這裡有錢 這裡有錢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我來到的這邊是海濱墓彰 然後今天是幾號 9月13號 也就是東京電玩展第二天 業者日的第二天 然後我今天就要準備 跟朋友去那邊逛東京電玩展 然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使用 這台Sony所推出的黑卡漆 也就是RX100的M7的這一款相機 我想要實際來測試一下 然後今天這部影片 帶大家去逛一下東京電玩展 並且測試一下它的 這些效能到底好不好 然後我基本上都會是用 它內建的功能來製作 然後可能是會稍微調 調色如果太陽可能會調亮一點 不一定 然後防手震的功能我現在是開到最強 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2019年的東京電玩展 裡面有些什麼東西吧 走囉 東京電玩展 2019年 出發了 好的 我現在是在步行 對 手持步行的狀況之下 然後我的防手震是開到最高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防手震的效果好不好 我沒有刻意的去跳幹嘛 就是一般的走路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前面的人 全部都是要去東京電玩展的喔 OK 好 我們現在進到會場裡面了 好 我們現在已經進到會場裡面了 然後這次我是跟我朋友一起來 他也是在台灣的遊戲公司上班 對 然後我們今天這一次能夠來逛到業者的日子 其實說真的我還滿興奮的啦 然後仔細看一看一下 一開始進來這邊呢 有一些是一些專門學校 日本的專門學校啊 他們的一些白展 就是他們可能在利用他們的所學 然後會在這邊稍微的展示 然後現場呢 有些廠商也會有一些很多showgirl 或是這種cosplay的人 會在路邊發一些傳單 就是像這樣 在後面這邊 然後現在他們在那邊發東西 OK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去跟他們拿一下東西囉 謝謝itals呀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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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泰國 超大隻的耶 人王 我才有看到後面這個人王超大隻 超震撼的 這邊是光榮的攤位 然後有些展示他們的一些遊戲 或者是我們可以實際體驗 我們今天稍微簡單的把整個會場 稍微逛過一遍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它什麼 我還滿期待去PS的攤位裡面去看看 是怎麼樣 另外聽說卡普空 今天好像也有不錯的公布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去卡普空那邊看看吧 有一隻樂狗出來了 嗨 樂狗了 泰漆等待70分鐘 哇 史克威爾 這邊還有一隻超大隻的史萊姆 好 KONAMI的攤位在那邊 我們去看看吧 Google的攤位也超大囉 這邊有一個無敵風火輪耶 無敵風火輪 無敵風火輪 哇… 哇 KONAMI 黑魔島女孩耶 混沌 混沌 天使鋼丹 天使鋼丹 喔 瑪利歐跟索尼克的奧運 這個大概要看到瑪利歐呢 只能在這邊看得到了吧 不然一般東京電玩展呢 任天堂是不會出展的喔 身為一個任天堂的粉絲呢 一定要排來玩玩看的啊 業者日呢今天目前只要排20分鐘不久 算是還滿快的 OK 我們等一下來玩玩看再跟大家說一下感想囉 然後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旁邊的SHOWGRO也會幫你加油喔 YA 好 我現在已經玩完出來的完 拿到了他們一個這個紀念品 這個是有玩的人才能夠拿到的喔 非常的有意思喔 它11月1號這個馬力歐索尼克奧運2020年的這個 要上市了 我應該是會買 所以請大家稍微期待一下吧 好 我們現在逛完了 接下來呢我們來到了這邊是卡普空 對 卡普空這一次有什麼玩滿好奇的 就在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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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最初に 両方出さしてもらって まぁ 色んな 好帥呢 喔 保護傘公司 哇 那邊超酷的 我們去那邊看一下 裡面真的有一個人關在裡面 哇 看過來了 各位 我來到了 我這一次來最想要看到的一個Corna 就是Mon Han 我現在已經來到它的前面了 せーの 超級有魄力的 然後那邊還有那個村莊的造景耶 超有心 然後裡面是可以讓人家體驗的 可是因為我現在已經在玩了 所以應該是還OK啦 不對 裡面是可以體驗打這一隻的 這一隻是10月10號才會公開的 這個最佳的怪物叫做金獅子 對 然後現在裡面呢 就可以體驗去打 跟金獅子打嘛 大家看一下這個 超逼真的耶 超酷的 超酷的冰龍 跟冰龍套裝 哇 這個近看真的超壯觀的耶 Mon Han 今天的整理券已經 終了しました 結束了 對 這個不早點來拿了根本就來不及喔 酷酷 業者日竟然還排不到玩魔獵人 證明這個魔獵人的那個 最新的這個資料片 真的真的非常的棒 然後我們再去看看還有什麼可以玩的 我們再去排來玩玩看吧 各位 這邊是一個紳士的遊戲 沙灘排球 紳士格鬥排球 沙灘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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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看到了一個很威的 很威的地方 就是這裡 一大牌 這些都是三國的武將嗎 各位 我們發現到一個很好玩的 就在後面這邊 它是玩VR 然後你整個人坐在椅子上 然後好像可以體驗那種 好像真的在開戰車的感覺 我們等一下來體驗看看吧 我們現在來體驗一下吧 VR 吃掉吧 吃完等一下 OK 準備好了 各位 我玩完了 好神奇喔 坐在上面你玩那個機器人的那種感覺 你往前進往後退 你真的會有那種 那種前進後退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沒想到那個椅子居然能夠坐到 像這樣子的工具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如果以後 實裝在各個遊戲上應該會非常的好玩 非常的有趣 所以哇 好特別的體驗喔 希望有稍微可以等它玩到它實裝的感覺喔 這邊超真實的嗎 有真實的 真的有那種移動的感覺 我覺得超強的 那個動作就是有跟著我 回轉 對啊 No I like them OK 你就乎著我 那種他們 hardness 開筒 好 來 來 PlayStation PS的攤位到了 不免除了這個PlayStation的攤位 還是一堆比較大座都已經沒有辦法玩到了 有點小可惜喔 Oh MSI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來到這個東京電玩展 2019年的東京電玩展 來一個簡單的小小的導覽 跟我一個實際的小小的體驗 我雖然不得不說呢 我就是真的這樣每年來 而且好像 每年比一年有一種那種寂寂的感覺 就是那種孤單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可能也許是今年沒有什麼大座的關係吧 然後 而且因為畢竟東京電玩展呢 任天上也不會參加 所以說其實總覺得會少了點什麼滋味的感覺 不過如果是喜歡 跟我一樣是喜歡遊戲的人的話呢 如果你來這邊逛的話呢 我相信你應該也會有還滿不錯的體會的啦 然後明天跟後天是一般日 一般的人可以進來的日子喔 不過呢 裡面的人潮絕對會比今天還要多非常多 然後今天就稍微帶大家簡單看一下 就先這樣子囉 好 那今天阿倫頻道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像是今天這種日本的一些比較特別的活動 一個實際的跑來參與的一個簡單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第一手影片的視訊喔 另外這兩邊是我其他影片 還有下面是阿倫頻道 所有影片在阿倫的遊戲頻道 也千萬不要錯過囉 那麼大家 再見囉 等你喔 東京電玩展遊戲界一大盛事 大家有機會也要來這邊朝聖一下喔